首饰清灰就能翻到下一页化作 面板厂群创洗手美食连锁餐厅 把智慧零售解决方案导入店内 在面板景气低迷之际 开创新的生活形态 总经理杨祝祥指出 俄乌战争 中共清零以及美元飙涨 这些都是外在因素 加上供需失衡使得面板价格下跌 导致群创友达第三季营收下滑 中国面板厂京东方六年来首次单季亏损 第三季净利亏损13.05亿人民币 连减118% 另外有消息传出 三星高阶主管这周来台 增加对非大陆面板厂的采购 要跟群创友达洽台明年订单 对此杨祝祥表示 不对单一客户做评论 维持国内的经济的稳定 同时跟国际客户 做明年度的深化的一个engage 确保整个国际供应链 在这个比较紧张的时候 还是有不断链 甚至发挥台湾的一个产业优势 是否跟三星见面 杨祝祥与代保留 展望第四季 延调预测 10月电视面板爆价处底为伏反弹 第三季渴望是面板厂营运谷底 新唐亚太电视 陈伟摩李晶晶台湾台北报导 有对都都象徹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地点 在请分析 Wirtschaft